大家都看见了 这就是那些所谓的大师的真实写照 其实还有很多伟大师 等着我们勇敢地去揭穿它 真正的大师是谁呢 请看 我们生活中不缺少大师 我们缺少的是那颗揭发虚假的勇敢 我们缺少的是那份认真匠心 其实今天是复活赛 复活这两个字听上去很浪漫 我觉得真的有复活 这么一说的话 就不要复活我们了 请把大师们复活吧 百家笑谈 谈笑古今啊 我就是我 不一样的烟花 孙老师今天这个作品让我眼前一亮 都是一些这个社会热点的时事 大师题材 他的几个大师的这个环节 加得特别巧妙 包括他的演技 这些就是觉得整体发挥今天特别好 民观众们好 郭老师好 建宏好 今天的节目你觉得表现满意吗 我还挺满意的 就是大家在舞台上还都挺放松的 尤其我们那位兵马俑的演员还笑来着 对 他可能笑的是这种虚伪的东西 我帮你圆场来 其实我们站在舞台上的有很多都不是专业的演员 因为一说到这个题目呢 大家就说这个好 这个好玩 这个可以有正能量的东西 然后把一些虚假的东西揭穿它 我们需要的是这种勇敢 所以说就是没有上过专业舞台的人 他也勇敢地站上来了 他说我会笑场怎么办 我说没事 我说你就笑 自然一点放松一点 这是真 这不是假 说得好啊 一路走来走到现在 其实建宏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稳当 也没有玩命了要去冒头去怎样怎样 但是也不消沉 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我们也谢谢建宏的助演的团队 大家辛苦了 谢谢